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大家今天也看到一个标题 叫做柏奥装崩盘 什么事呢? 时缘最近有一个一房成交 大家猜猜业主输多少 表面输一乘七 如果计算其他洗副 实际输超过两成 拉仁哥是否说得对 拿柏奥装迟早就是 步入新盘死亡 两三名之后 又是输两三成 我经常介绍给大家的原本生意 是这样的 现在柏奥装也是逃不过这个命运 其实柏奥装的新世界 有机会走洗货 但很可惜 他们觉得楼市会升 息售 息售 息售到现在还未售出来 现在卖的 两万元也算好 一尺 看来这个新世界 柏奥装的货品 应该由赚便便亏了 至于柏奥装的业注又如何? 一样 即是拉仁哥早就叫我们离开 离开楼之后离开 例如方小姐 不怕的 还是跌少少 一些业组很有实力 现在便很小 待会我们会重复 重复到方小姐当时的言论 那便是我们的温故之身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 请帮手订阅 请赞到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手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单最新的成交 就是一个一房户 入了货两年 亦都买了四年 即是说简单 迟货四年 这个业主输了22% 帕奥庄有一间一房户 以这个718万沽出 业主持货四年 实虚22% 在这个大围和沙田区 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已经有22宗二手成交 其中 这个大围的帕奥庄 占了3宗 今次成交的单位 就是帕奥庄一期 3A座高层E室 上面积是358尺 在一个一房间间隔 业主以717.8万 是逆手的 尺价只剩下2万元 大家要知道 住宅的尺价 应该是一房 就是最贵的尺价 因为你面积越小 尺价越贵 即是现在一房 都是做2万元 大家估计2、3房 应该跌破了2万元 假设你二手价 都是2万元 好了 新世界的400多伙 如果要推出来 大家估计他要卖多少钱 是不是要卖2万元以下 因为你不能拍着二手价 即是你不是便宜的二手价 基本上 现在的新盘 卖不动 好了 我们又看看这个业主有多少钱 买回来了 这个业主在2020年 以865万 是一手卖入和 现在持货4年 账面上 输了147.2万 即是17% 如果计算花费 估计他虧了186万 或者是22% 大家要知道 他说持货4年 其实等于有两年就留花 有两年就入了货 如果这个业主当时 不要说刚刚才取消了 说要持货3年 如果是去年卖 即是刚刚过了 那个SSD 去年卖 其实他应该 我认为他不用亏 可能会有少少未理 都未定 因为这段 楼市真的跌得及 不过这个业主 虽然赚了8-200万 但我认为他要找到新财 如果他继续持有单位 我估计去到明年 他又是输多 一成两成出来的了 那其实 为何我会这么 肯定明年一定输呢 你看看 Donald Trump 现在的姿势 就好像打架了 其实现在 就不是 跟客户说 大家要小心 联系户率 差不多 现在的学者 已经和大家说 联系户率真的要小心 那么我 不想谈多了 而不是蓝丝 而不是蓝丝 又是牙润去耶暢停 之间 简单去说 有东西的业主 现在应该算是要走货的 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 4个月前 我做过一段段影片 叫做《《尋人记》 就是《尋美方建议》 因为他买了柏子装 那当时为什么会说 那就是由其中一个 观众的留言 开始讲 我们重溫那段留言 这个留言在四个月前那条《寻人记》也说过 当时这位观众说话现在实现了 其实一年内已经跌了两三成 再过一年再跌三成 这层楼一早已经负为负资产了 当时方健在下面告诉这位观众 现在就没有跌那么多 而且什么叫负资产呢 就是你要跌破了给出来的首期 即是资不抵债才叫负资产 所以这位观众说负资产就不是这样的 应该就是输两三成 其实当时就不应该没跌到两三成 即是四个月前 但现在大家都看到 终于这位观众四个月后的负资产就实现了 即是跌了两三成 方健也有回答那个Dennis 他就说 我本来也挺疑惑这家屋的市值 于是上网看看这半年的柏豪装业手成交 他说有些蚀就3-2%离场 也有人赚了12-15%离场 我看这句话要改一改 如果他再去看现在的成交 应该大部分 要不就平手走 平手走都难了 我想都是要输钱的 至于你说输多少呢 现在你今天走还可以控制在两成月内 是吧? 即是你输两成月内都能控制到的 但你明年才走 我觉得三成 应该就没有走鸡了 所以如果是一些拍偶装的业主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真的要走货了 因为你始终开售的时候 是差不多香港楼市最贵 即是2020和2021那时候卖出来的 香港楼市最贵就是这段时间 那么你最贵的时候 你就在最高峰卖出来 所以你跌的幅度 理论上应该是最深的 那为什么好像四个月前 正如方健尔所说 就是蚀就蚀几个% 赚就赚十几个%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因为当时拍偶装的业主 还有些希望楼市会升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效果 好了 其实现在你拍偶装 你最害怕的 不是怕你的业主扔货 是怕这个新世界业主扔货 现在新世界还有400多货 究竟他怎么卖呢? 难道他不卖 他一定要卖 你去财政的这么差 他唯有怎么卖 唯有扔货 扔货多少呢? 现在我和他计算了 一定是200元留下 如果今次新世界开万九 都卖不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17000元 老子扔货 这个扔货心的开吹 如果17000元 19000元 19000元 我想大部分 在2020年和2021年 买到的业主 大部分都是要输货 究竟是否负资产呢? 就视乎你当时 给了多少首期 你说当年你是借一半 给五成首期 那便不会变负资产 是吧? 不是啊 你是高乘数 借九成借八成 那一定是负资产 2024年是一个跌市年 大家不要再相信 还有年尾反弹 坦白说 减了息 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看的 昨天一手 卖得过十伙 好了 二手 又死 死去沉沉 简单来说 2024年 香港的楼市应该跌8-10% 那2025年 我想跌的幅度 一定比2024年伟大 伟大的意思 就是超过10% 那超过10% 那大家是不是 应该先估计一层楼呢? 是不是跌完25年就跌完 当然未 2627是赤马红阳劫 我看维尼就不敢打仗 不敢打仗 一定来做什么? 这个文化大革命 最近夏宝龙是不是 叫香港做三港 海陆空三港 坦白说 真的这么容易做 大陆的公安区 他就不会搞成这样 整个死成这样 你们大陆都做不到的 你就叫香港做 这么容易做 搞回一个经济 今天 劫一些发展商 一定要发展商 你要投地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发展商照顾 几百元一尺 投票就几百元一尺 千多元一尺 政府在买就买 所以今天唐一年也说 一只手掌拍不响 如果发展商 肯用千多元一尺 政府是否可以卖出来 如果政府卖 就像唐一年所说 两只手掌拍得响 当发展商投地 回来 是几百元一尺 你觉得 未来的楼价 应该是卖多少呢? 大家心中有数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